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618年, 一火睡星划破長空 它光芒耀眼, 就算在日頭也清晰可見 紅紅烈焰的尾巴 又如相低用來懲罰人的皮鞭一樣 這一年就是三十年戰爭的開始 直到当时为止 世界上未曾见过这么血腥的战争 也是史上第一场现代战争 奪去了德国三分之一人的性命 战争的起因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为真正的信仰而互相斗争 但到最后就变成各国争权奪利之战 三十年战争拆毁了旧有的世界 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欧洲 今天透过昔日的士兵、将军、主教、农民 统治者和妓女遗留下来的记录 一起经历这场战争 借着一个趋炎附势、邪恶的收视 所留下的书信 和当年奇迹生还的雇佣兵 那本《祖为人知》的日记 追溯战时警方 这场战争令公主变成皇后 但只消一季寒冬 她就墮入深渊 战争令孤儿摇身变成欧洲最富有的女人 亦令受敬重的女主人 沦为千夫所指的女母 战争更令当代最著名的画家 成为间谍 我一直汗忘活在天下太平的黄金时代 不过可惜的是 我们偏偏生存在一个铁器时代 1618年 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战争 令半个欧洲被捐入战争之中 战争初期 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和他的盟友似乎有长胜不败之势 就连强大的丹麦皇国都在1629年投降 接着那年 瑞典也加入战事 帝国最大的敬敌法国 就在背后出钱援助瑞典在战事上对抗德国 1632年 帝国军队行军的时候 只知一个方向 就是撤退 成千上万的妇孺 跟随僱兵一起撤军 我们的军队马不停蹄 我勇敢的妻子安娜 刚刚才和我生了第四胎 她仍然跟着行李运输车队行军 但是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 BB出世无奈就夭折 安娜还跟我一起, 不过就病了 安娜 怎么了 帝国孤傭兵比德哈根道夫 由战争开始就参战 她的日记描述她的旅程 正走入黑暗深远 她在战争中断组织家庭 亦为家庭牺牲了自己 但行军恶劣的生活环境 令家庭面临破碎 她在日记中记录了 她太太为她一胎接着一胎的怀孕 亦记录了她的几个小朋友 出世之后又很快就腰折 这点反映出她当时的生活 有多艰苦 在日记中她亦有提及到长征 她随君要徒步走多少公里 她太太就要跟着她走多远 就算是带着肚子 或者刚刚生完嬰子 也要跟着走 她亦有在日记上 写过说 虽然我的儿子今天出生 但第二天 我们一家又要继续行军 来, 下肯道夫 他们找你 稍等吧 你要这样回中斟了, 安娜 下肯道夫, 你去哪儿? 梅姬, 他要中斟了 我好多了 真的, 你去哪儿? 快走 梅姬 走 梅姬 梅姬 梅姬是君依助理 梅姬, 他去年救了我一命 我当时中了两枪 差点就没命 好, 放下 快走 这里就是我们的战地医院 他们是第一批病人 其他病人都会陆续来到 你在这里说什么? 他们染了疫症 梅姬 没什么能帮他们了 你拿着他 握着口鼻, 挡着有毒的空气 我们去找人帮忙 很快回来 让我们去找人 你走 你走 我们去找人 随便 我走 和流行病会在欧洲爆发 而这些疾病和流行病 通常很多都是因为食物或者食水 受到污染而导致 这种疫症随时可以夺去数百 甚至是数千人的性命 这就是我的主 让我平安 好免被死亡 恶魔, 地狱, 罪我困扰 觉得怎么样 如果我命不久矣 就按照你的旨意而行 只要你愿意 我会平安离开人世 不会的 我去找君依助你 撑住, 听到吗? 梅姬… rollers 微笑 避免 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四年之中一直未受战争波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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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玛丽亚 这三件事就是上帝拿去懲罰犯罪得罪他的人 在说你自己? 又怎么样?我们又不用打这场仗 留在这里的人都有饭吃、有酒喝 那就是我们没罪了,哈利路亚 为健康喝杯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竟然不和我这个刀子兽喝杯?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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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讓他出去吧 請你喝了一星期的啤酒 一個月了, 來吧, 動手 還有酒, 乾杯… 我們送了那個病人去大醫院 他沒什麼希望會治好 他們要跟沒有感染的人隔離 不要把病全都傳開 這場瘟疫威脅我們整個鎮 每天有三四十個不幸的人病死 上帝向人顯出他的公義 瘟疫奪他的性命不分男女老幼 貧窮富有, 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 在彼伯拉克爾會的紀錄中 巴巴拉謝拉被形容為一個敬畏上帝 受人尊重和仁慈的婦人 他跟他別名巴特的丈夫雅各謝拉 一起經營一間叫做白色聖駕的小酒館 巴巴拉在當代文獻中被提及 並稱她為巴特的妻子 或者巴特的心肝寶貝 巴特, 喪鐘又再響起了 求尚主拯救我們 拍攝了呼應 每個人躲在家裡不敢出街 肯定是我敢 因為這裡有免費啤酒而已 瑪莉亞, 說一句吧 阿莉亞, 多喝一杯啤酒 那些人沒理由一輩子都管了 已經過了幾個月了 就算溫逆蔓延整個鎮 他們也想出來喝酒,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不好? 你可不可以不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瘟疫已经结束了 瘟疫结束? 瘟疫已经结束了 感谢主 瘟疫 所有教徒都共用同一间教堂做礼拜 两个教派已经习惯和平共主 不过现在他们就要被逼跪便 上帝真的从疫症中拯救了我们 但是我们很快就面临另一个威胁 士兵占领了我们的城市 我们担心的不仅是他们的武器 还因为他们是来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 瑞典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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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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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客人, 不是来侵略的 根子另造, 拿回应得 我们是为人民而战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 麻烦, 麻烦, 拿啤酒给我和我的手组 好, 圆主保佑你 上帝保佑, 上帝保佑 起码他们会说我们的话 大家喝杯 我很惊讶 原来那些瑞典人是老德派教徒 而且他们还好点点 在我们的酒馆里还花了很多钱 之前虧了的钱有望可以赚回来 希望他们可以留在这里久一点 我们星期日都是唱这首《盛诗》 我们国王… 我们国王在我们第一次 踏足德国国土的时候 就是唱这首《盛诗》 现在成为我们出征打仗 必唱的战歌 《俄布的ssa拓音》 是第一次唱的歌 上花组 一切唱的歌 是第一次唱的歌 是一首歌的歌 是一首歌的歌 他是每一首歌最可和歌的歌 是一首歌的歌 是一首歌的歌 《无法so歌唱的歌吗》 是一首歌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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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乾杯… 1632年的夏天 瑞典和帝國軍隊 雙方都鑄守在戒備森嚴的軍營裡 在紐倫堡外對峙 他們並沒有分出勝負 瑞典士兵開始向奧地利進發 而帝國軍隊就前往薩克森 捷克指揮官華倫斯坦 以無上的權力帶領帝國軍隊 他在帝國宮廷內樹敵眾多 但帝國內只有他這個軍事天才 才有能力阻擋瑞典軍 華倫斯坦的對手 是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他是唯一會帶兵上前線作戰的國王 瑞典的士兵當他好像神般敗 瑞典國王很衝動、很火爆 容易脾氣暴躁 這些特點都是戰場上反映出來 他做事很大膽、很勇敢 當其他人猶豫不決的時候 他敢於特惠而出 他就憑這種性格登上皇位 亦令他的軍隊無懈可見 在1632年的秋天 兩隊分別由古斯塔夫二世 和華倫斯坦帶領的軍隊 擱置向著不同的方向進發 雙方都有同一個目的 就是要在敵人的領土上開戰 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打算從德國南部入手 向帝國的城市維也納進發 希望征服這座城市之後結束戰爭 另一方面 華倫斯坦就率軍前往德國的諸侯國 薩克森想藉此撤斷瑞典軍隊 連接波羅的海的路 即是截斷和祖家瑞典之間的要道 古斯塔夫二世因此要改變策略 追擊華倫斯坦 當時已經是年底 是時候要將部隊送往東貴營 不過當華倫斯坦收到消息說 古斯塔夫侵襲呂塵附近時 他就已經一早把帝國軍隊送到東貴營過冬 古斯塔夫二世 想在接近來比錫的一個叫呂神的小鎮上 打這場決定性的戰役 當時華倫斯坦的軍隊分散在不同地方 急需增援 他要同時間作出競賽 華倫斯坦的親密戰友是丹麥將軍 凱恩力霍爾赫 不過他們之前一直都是敬敵 後來當丹麥一退出戰爭之後 霍爾赫就倒過 霍爾赫匆忙之中 為帝國軍隊劃出防禦陣勢 但還有很多很大的缺口 連他都無法填補 特別是當巴本漢伯爵和他的軍團 都不在的時候 巴本漢被視為最驍勇善戰 和經驗老道的將軍 但他的軍隊就在幾十英里之外 雖然天未光 但時間不多了 將軍,你有甚麼指示 你去調配所有軍團和士兵 然後佔據左邊區域 左邊區域,那裡很空曠 沒甚麼掩護我的士兵 瑞典國王會親自帶領騎兵 在那裡發動攻擊 指揮這場戰役的是華倫斯坦 而陸軍元帥霍爾赫基本上是 負責所有戰前佈陣的安排 之後就負責指揮左邊區域 那裡本應由巴本漢負責 但當時他趕不及來到 肯定被他們打散 沒有可能 但沒有其他人擋得住他們 只有你,頂一會兒也好 我要多一千人才頂得住 巴本漢說到就會多一千人 可以把時間暫停就好了 我們有河流,有火 還會有巴本漢 但巴本漢伯爵對即將發生的戰事 一無所知 當時華倫斯坦的難題就是 他只有六千兵力 誰去對抗足足有一萬八千人的 瑞典大軍 毫無勝算可言 所以他立刻寫信 要求所有正在進行任務的部隊支援 華倫斯坦和霍爾克都一起發出緊急的書籤 尋求增援 無可知 去到11月15日晚上 第一隊來戰場 不是很遠的 華倫斯坦的軍團抵達戰場 所以當去到11月16日的早上 華倫斯坦手下的兵力 就大概有去到一萬二千人 他希望可以在其他部隊趕到來之前 勉強可以抵抗著瑞典軍隊的攻擊 華倫斯坦和霍爾克紐進六任 為求拖曼瑞典軍的進攻 他們不可以選擇撤退, 必須要死守 無論如何 一定要阻止瑞典在這場 呂神之役取得勝利 我們會損失多少人? 一千, 或者二千, 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贏 你知不知道找二千個新兵入伍 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錢? 還要訓練他們, 給他們武器 令他們不怕死, 幫我們打仗 他們的國王會先去到前線 只要殺到這個人 長將就可以分成勝負 最後話事的, 是耶穌, 打你 我們首先燒著城外的魔芳 然後就入城方火 火將會是我們的盟友 E confus… 吱! E confus 晚上的情況, 變得有點陰深 那晚, 天式本來清澈明朗 帝國軍隊碾起火把去視察情況 不同的部隊互相配合, 作出相應行動 在拆客中看到有很多人 拿著火把走來走去 之後呂臣開始被焚燒起來 整個地方的能見度變得越來越低 華倫斯坦的炮兵 連續兩個小時不斷發炮 第一發火槍聲響起 然後尖場上馬上風煙四起 煙霧離慢, 因為… 當日沒甚麼風 很可能濕度也相當高 之後呂臣周圍都火光紅紅 整個戰場濃煙密暴, 能見度相當低 令士兵要在戰場上定位也很有困難 華倫斯坦所在的右方戰區 有大炮和風車山丘作掩護 可以抵禦所有攻擊 至於霍爾克指揮的左方戰區 因缺乏巴本漢軍團的支援 實力大打折扣, 情況岌岌可危 當瑞典的騎兵發動猛烈攻擊的時候 霍爾克的部隊慌亡四散 本來攻守有罪的戰役 演變成一場血腥的大屠殺 士兵為了保命 不惜和敵方埋身欲搏 耶穌, 阿里亞, 為上帝, 為方皇 阿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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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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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在華倫斯坦處於下風的時候 即是他很有機會 在半小時內就會戰敗的那一刻 巴本漢就出現了 而且他還帶著大約 一千八百名騎兵的部隊 來到戰場去支援他們 巴本漢立刻留意到 霍爾克帶領著的帝國軍隊 左方戰區形勢不妙 不過就在那時 沒想到的事情就發生了 巴本漢中了槍,被子彈打中 巴本漢的槍傷很嚴重 在這場仗打完沒多久之後就過了身 他的死對帝國軍隊來說 是很大的損失 巴本漢中槍的時候 他件軍服的胸袋就帶著 華倫斯坦和霍爾克社的求救信 今天,這兩封染有血跡的信 就成為1632年11月 這場呂神會戰的無聲見證 他的士兵看著他 從一匹馬道跌下來 之後有兩個巴本漢的軍團 違抗命令 才離開了戰場 這些逃離崗位的士兵 最終令到帝國的攻勢瓦解 情況變得非常混亂 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杜夫 面對當前的亂局感到很困擾 他想發動致命的一擊 他騎著他的戰區跑過他所有騎士 但因當時能見到很低 他的保鏢很快就見不到他的蹤影 在這裡的這一匹馬 他的名字叫史德萊夫 是瑞典國王在1632年11月6日 上旅神戰場所騎的一匹馬 但是當時戰場的情況不是那麼理想 因為周圍都被農務籠罩著 士兵敵我難分 看不清楚哪些才是敵人 對近時的國王來說就難上加難 再加上他並沒有做好防護裝備 他頸上被槍傷的傷口還沒康復 所以他穿不到一般士兵穿的 金屬盔甲和胸甲 令他很容易成為敵方的狼中物 亦有可能在農務中擋失路 突然發現被敵方包圍 更伸重多槍 古斯塔夫二世由馬背上跌落地 毫無還擊之力的他 遭敵軍連番射擊和刺傷 但瑞典軍隔了好一段時間 都還未知自己的將軍已經遇害 士德萊夫回到軍營 從這裡可以看到他被子彈擊傷 就在棕毛下面的位置 他背上的馬鞍還在 手槍還在槍袋裡面 其中一把槍就沾滿了鮮血 士兵在幾個小時後 終於找到國王 那時國王的屍首已經被敵軍搶掠過 頸鏈、手錶、戒指已經被搶走 他就這樣躺在這裡 身上只有三件血跡斑斑的麻布衣 殺死國王的騎兵 把戰利品分發給大家 我得到銀劑的馬刺 我們以為古斯塔夫的死 會瓦解瑞典軍的抵抗 但是我們想錯了 在歷時八個小時的戰爭裡面 完全沒有喘息的空間 這場戰爭後來已經變成一場大屠殺 國王戰死的消息 對瑞典軍隊來說是沉重的打擊 因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軍事領袖 而且是當時最出色的一個 他會和士兵在戰場上並肩作戰 大大鼓勵他們的士氣 他頭頂帶著勝利的冠冕 現在他更成為傳奇的英雄 古斯塔夫二世被視為 為新教而犧牲的殉道者 就算在他死了之後 他仍然是眾人的明燈 經過八個小時持續不斷的奮戰 華倫斯坦召集的步兵團突然到埋 帝國軍隊的人數首次超越對手 是對瑞典軍隊作出致命一擊的大好機會 不過華倫斯坦猶疑不決 當時是十一月 太陽很早就下山 整隊軍隊仍然處於作戰狀態 就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軍官發現當中有 五百個根皮力盡的士兵 他們全部都體力透支 躺在地上 甚至累到睡著了 華倫斯坦覺得這場仗和以往的很不一樣 令他改變了對戰爭的看法 覺得戰爭很荒謬 最後, 華倫斯坦下令撤退 令跟隨他的軍官大失所望 不可以在這個時候撤退 我們等了這麼久的僧援終於來到 沒有了 我不再相信戰爭 迷舞困惑, 混亂 瑞典軍隊已經沒有人了 我們就贏了 打仗是不會帶來勝利的 你在說什麼? 去談判, 妥協, 低造和平 這樣才會得到勝利 這是你的最後決定? 撤退, 撤退 根據當時的傳統 瑞典在這場仗裡面會是勝利的一方 因為他們仍然控制著戰場 不過縱觀事實是兩敗俱傷 在參戰的四萬名士兵之中 有四分之一是死傷者 幾年前就有人挖掘出這個亂撞鋼 研究員更就此作出深入的研究 這個亂撞鋼令我們可以得到 更多資料有關 女神會戰中所犧牲的人 而在這個亂撞鋼裡面 研究員一共挖掘槍47副鋼 當時參戰士兵的平均年齡是24歲 而戰死的士兵平均年齡是28歲 活得越久的, 所受的痛苦就越長 其中一副鋼軍是個年紀較大 大約45歲的士兵 他還沒打這場仗之前 健康已經很差 他染有梅毒 而他的骨頭也受到嚴重感染 所以他那時候應該已經是 悲哲悲哲 他在之前的戰役之中受到重創 臉和肩膀都中過槍 他曾經接受過軍醫助理的治療 但是最終 他在女神因為頭部中槍而死亡 軍營裡面的醫療護理質素低劣 他們用的不是消毒劑或者藥物 而是用山羊糞便和咒語醫人 醫療隊裡面沒有真正的軍醫 只有兼任理髮師的輔助醫護人員 任何傷口都好易造成壞罪 令身體組織壞死 引致死亡 就算不死得 可能都要截肢 所以很多士兵都因為一些很普通 現在很容易醫治好的傷口而死 當時的人可能因此 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死亡 這裡吧 人死不能復生 顧好一些未死的先 那也叫未死的 記住 兩樣樣樣做得對 可以阻止懷罪擴散 看到嗎? 送些好東西給你 你死不去的話 記得還回一瓶給我 走… 留些給我 尾東 你酒是手術用的 不是給你喝的 給再生的人喝 比給死人好喝 抓緊他的腳吧 抓緊一點 給我抓緊一點 抓緊一點 抓緊一點 喝醉酒變成常態 每個僱傭兵 每天都會配給兩公升啤酒 和一公升葡萄酒 還沒計算他們在市場 和酒館買回來的煎酒 和其他裂酒 看見無厭的二教堂 貪得無厭的二教堂 只會拍馬屁 快點停手 那些敵軍已經… 敵軍已經到城門口了 我保證大家會像個男人 拼命去保衛城市 閉嘴 我們為國王而戰 他是聖人 我們老德派是沒有聖人的 現在老德派就有聖人 你賠錢給我 我? 是的, 要不就找你指揮官 不如敢陪你 你是不是瘋了? 你把錢拿出來, 我就不開槍殺他 僱傭兵當強姦婦女是他們的權利 而且很多時候都會在公眾地方進行 去展示他們的權力 他們還搶掠了女性的財物 那就令情況變得更加惡劣 威脅這些婦女的生存機會 走開, 走開, 放開我 你別動了, 乖乖的 放開 停手 不要… 你別動了 不要 在當時, 形容女性被強姦的用詞是… 說女性被玷污, 被懲罰 或者說她的稱譽被毀 而事實上, 這些用詞 也有包含恥辱的意思在這裡 社會發展到今時今日, 這件事仍然是一種禁忌 而在十七世紀那時, 當時的社會就更加保守 那時女性的聲譽是完全跟她們的貞操相連起來的 搶掠行動, 已經被計算在冷酷無情的戰略裡面 目的是要奪去敵方手上的一切資源 瑞典人在德國南部, 就是採用這種手段 也是招討政策這個概念的起源 巴弗利亞選喉國, 懇請華倫斯坦 率領士兵抵抗瑞典軍 但這位帝國將軍, 充以不民 他仍然對巴弗利亞, 在三年前匆匆罷免他 而耿耿於懷 不過華倫斯坦, 另有一個計劃 1633年春夏季 瑞典軍隊在德國南部大部分地區大肆搶糧 華倫斯坦無事求救的呼聲 反而將專注力放在薩克森 因為薩克森是瑞典的盟友 他的目的是, 用盡一切方法, 迫使薩克森和皇帝達成和平協議 為求達到這個目的, 他決定利用霍爾克將軍去幫他 霍爾克接到命令, 要透過搶掠, 縱火, 偷走牛隻等等的手段 摧毀這個國家, 令損喉國認清形勢 薩克森被自己國家的軍隊背棄 國力被削弱 所以已經沒有反抗的餘地 東部的損喉國薩克森 以德雷斯頓為首都 是神聖羅馬帝國中最富裕 和最強大的地區之一 這個新教國家猶而過後 和入侵德國的瑞典結盟 薩克森的損喉還很天真地以為 瑞典軍隊現在在西利西亞對抗皇帝 他們的人民和農民 以為戰爭還離自己很遠 所以應該先好好保衛自己的領土 要外搶掠土地, 搶窮人的財產 我一點滿足感都沒有 士兵出手還狠過我 他們縱火, 謀殺搶劫 不過這些是必須的手段 我們一定要令敵方妥協才行 我覺得打仗會贏得更加光彩 對, 但是會造成更多的死傷 農民說城鎮入面, 逆徵橫行 我們在這裡也會被傳染 很多地方只有老弱傷殘 已經沒有人在這裡 我覺得他們說謊 他們怕我們比擔心瘟疫更多 有很多疑問, 但作為信徒, 只能信從基督的說話 霍爾克按照華倫斯坦的命令 把蠔劫帶到薩克森 很多城市都被大使搶掠 聖鎮被焚毀 梁響待遇差的士兵 搶走居民的所有財物 而留下的就只有疾病 尤其是無差別致命的瘟疫 在霍爾克的部隊裡面 死於瘟疫的士兵 還多過先前在所有戰事中陣亡 其實當時, 很大部份的士兵 都是死於疾病 多過戰死沙場 也有部份可能是餓死的 當時有病毒傳播 有流行病 那…還有… 試過有軍團 總共有一千二百名的精銳士兵 去了那裡駐紮了三年那麼久 一場仗都沒有打過 但是最後就只剩下三、四百個士兵 霍爾克在華倫斯坦身邊 事業突飛猛進 在短短幾個月內 就從一個普通士兵 進升成為陸軍元帥 不過他的一切只是檀花一燃 我不要醫生 找個神父來 這個被神背棄的地方 什麼都沒有 沒有神父, 沒有醫生 年僅三十四歲的霍爾克 在1633年九月孤孤單單離世 他揮下所有下屬和仆人 一早已經各散洞勢 這張傳單是在萊比石繪製的 這個城市兩道被霍爾克攻陷和搶樑 畫中的陸軍元帥躺於病塔上 貧臨死亡 靈魂想離開肉身 但是因為搶回來 裝滿金銀財寶的麻包袋太重 拉回它下來 所以上不了天堂 華倫斯坦想用殘酷的手段 在薩克森實現和平的策略失敗 這個損後國繼續奮力對抗 霍爾克的死亦代表華倫斯坦 失去了他最中心的下屬 結果華倫斯坦拒絕在展開任何戰事 他希望透過和談達至全面和平 他甚至不讓皇帝過問他的計劃 他的做法成為眾多華倫斯坦對手的把柄 他們好意就說服到皇帝 說他是一個叛徒 更令華倫斯坦難逃一死 在1634年2月 他在波希米亞城鎮埃格爾 被自己的下屬謀殺而死 隨著他的離世 結束戰爭的希望也同時還滅 中歐將會再面臨14年的郵輪 比德哈根道夫的日記 沒甚麼提到當時世界的現狀和將來是怎樣 很明顯 他自己的家庭對他來說重要得多 失去了家庭的彼得 亦同時失去了一切支撐他上戰場 和捱苦的理由 他已經找不到甚麼原因 要他每天冒著生命危險去過活 失去了整個家庭的彼得哈根道夫 似乎受到很大的打擊 他的妻子和幾個子女都死了 當他整理好他的絲水之後 跟著他在日記其中兩頁上 寫下了他這麼多個已經死去的子女的名字 最早出生的那個還沒受浸就已經腰節 但是其他三個就得到基督洗禮的祝福 他們的名字是 來自下巴弗尼亞的安娜斯塔德勒 二十九歲, 孩子的母親 我的子女, 第一個還沒改名 之後的是安娜、瑪麗雅 伊麗莎白、伯伯拉 到戰爭結束時 在蒙福的永生之中 我們會再見 和佛伯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